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成立后 还有一件较为迫切的事情 就是解决海外各地华侨捐款汇计的问题 此前 南洋地区及海外侨胞支援抗战的捐款和物资 都是统筹统汇 计较国民党政府以后 由国民党政府进行分配 但实际上 这些物资捐款几乎一分一毫 都分不到八路军新四军手中 毛泽东周恩来早就提出过分仇分会的想法 然而 要想实现分仇分会 也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 廖城志以新四军军长叶挺 副军长向英的名义 在香港大公报上刊登启示 通告各界侨胞 凡是捐赠给八路军新四军的款项和物资 一律由毕军驻港月代表廖城志收转 很快 廖城志等人出色的工作 日益继业的努力 就得到了显著的回报 仅在1938年4月份 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就收到了由香港同胞捐献的价值八千多元的药物 相比之下 当时国民党当局拨给新四军的军费是每人每月1.3元 这笔钱相当于新四军建立初期 由国民党当局拨给新四军全军的军费 当时爱国华侨对祖国抗战的支援力量遍布全球各地 从美国 英国 加拿大等地支援八路军新四军的捐款 一批批汇职香港 由爱国侨领陈家庚在新加坡发起的南洋华侨仇振祖国难民总会 也积极响应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号召 在香港成立了救济总指挥部 筹集了上百万元的救济款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